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凡是来过新疆伊犁自驾游的朋友 一定都听过一招公路吧 这是一条比独库公路更为险峻的公路 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 北起伊犁市的伊犁河二桥 南自招书县县城 连接天山南北 全程约180公里 开着陵墓北斗星 我们经过了总马场 野兰谷 风景由一路金灿灿的油菜花 绿油油的小麦 变成了草原以及遍地的小野花 这一段路还挺多人在露营野餐的 有不少房车和小车 环境清幽 沿着溪流一路向北 不过到上坡的路段时 有好几个急转弯 坡度比较陡 姐姐挂着三档上坡 结果呢 在帮路上熄火了 有不少车子从山上下来 我们稍微有点紧张 不过有惊无险 又重新起步了 有不少朋友总说啊 莉莉 你们这一趟下来 已经不是新手司机咯 呃 我觉得吧 即使过了实习期 也还是得怀着新手司机的心态 谨慎驾驶 安全开车 来一朝公路 自驾游的车子这么多 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对吧 一个小时后 我们开始正式驶入一朝公路 开始进入山区后 原本感觉有些热 现在凉快了不少 路的两边是草垫 云山树 前方是蓝蓝的天空 低矮的白云 风景还不错 这一段路上还挺多度假村和农家乐的 路上有不少沾房 停了很多小车 一朝公路 从昭树县出发 到目前为止 地形都是比较和缓的 公路的转栏不多 开起来比较轻松 直到我们来到了 查布长尔县和昭树县的边界处 地形开始有了变化 大家看 就是这里开始 往北走就是非常陡峭的山路了 我们在这边的停车场 暂时休息了半个小时 之后再往白石峰方向走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一个山顶上 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 有蛮多的车都停下来观景了 看这边呢 还蛮热闹的 人也比较多 这边有骑马的 可以体验骑马 还有拍照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东西卖 有一些蒙古包 前面呢 欢迎您的到来 有那些房车 还有小车 哇 这里还有一头骆驼 哇 好高啊 这个骆驼 白色的 咬咬咬咬 二十块钱 你叫肥肠 嗯 哈哈哈哈 好漂亮呀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能够重览到下面的山 还有树木草原 我一定要卖一两 来尝一下这个高山上的牛羊肉 远处闻起来就特别香 这个味道 跟在招数吃的那个两块钱的 味道不太一样 闻着就不太一样 尝一下 六块钱 这个更还原了里面那个肉的口感 然后那个孜然还有辣椒面没放多少 就比较好吃 招数那个两块钱的就可能稍微放了多了一点 那个辣椒面啊调料之类的 这个就是一样 这个就是一样 两块三块对吧 两块四个芒果 嗯 好香 太香了 太好吃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一朝公路是一条很险峻的山路吗 其实大家说的险峻的部分 是指白石峰山区的路段 这一段路是沿着悬崖而修建的 路面窄 急转慢多 而且坡度斗 落差大 路况比较复杂 对于司机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 大家看 前面就是白石峰了 海拔三千四百多米 风体由石碳系灰岩构成 远观呈灰白色 因此得名为白石峰 这一部分的山区路段 时常伴有大雾 降雪 降雨等恶劣天气 车子通行受天气影响比较大 如果遇上恶劣的天气 交管部门就会立刻对这个路段进行临时管制 通行的时间是不稳定的 所以啊 一朝公路虽然很美 但它也是一条典型的季节性公路 全年通车的时间是在6月下旬到10月初 夜间22点到次日9点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就跟独库公路差不多 我们开了一路 发现有不少骑行的朋友 真的很佩服骑自行车的人 太有毅力了 从山下沿着盘山公路骑行上来 没有好体力 还真的上不来呢 大概到晚上7点半 我们到达白石峰的观景台 现场人很多 车也很多 有交警在旁边维护交通 走上观景平台 眼前的景观瞬间变得生动起来 如果说之前走的路 风景都较为单调 那么白石峰的风景就很丰富了 花海 草原 森林 白石峰映入眼帘 就像一幅画卷 在眼前缓缓展开 景色真的很美 让人流连忘返 除了人多这一点外吧 这里倒是让我感觉很舒服 如果能在这里露营 早上没有人的时候 去森林里面徒步 顺便踩踩蘑菇 哇 这感觉 很享受 大家懂我的吧 就跟在穷库石台去走无神古道一样 其实我们刚开始想着要在白石峰露营来着 结果现场的人越来越多 姐姐说 人太多了 我们走吧 没办法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朋友们 计划又有变化了 那个 姐姐说来到这个白石峰 发现人太多了 都不适合露营 所以呢 她想跑路了 跑回伊林去 从白石峰向北一直开 公路的一边仍然是陡峭的山崖 远处的白石峰高高地屹立着 似乎在说 莉莉啊 下次再来呀 来踩蘑菇呀 嘿嘿 在路上 我们看到了一辆车停在路边 放着三脚架 我开始更加全神贯注地开车了 暗暗祈祷着 这辆林木北斗星一定能一直顺顺利利的 不要出问题 从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下来 我们开始行驶在几十公里的通天公路 这段路又长又直 有一大段是在修路 路面沙城大 小石头很多 我只能把车挂二挡慢慢走 时不时的 我会听到小石头敲击车子的声音 将近十点钟 我们终于回到了伊宁市 时隔二十六天 我们转了一圈 又回来了 好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伊宁市了 这个时候应该来到一句特别经典的态势 我湖海山又回来了 但是要改移车 我莉莉又回来了 伊宁 伊宁还有很多好吃的 我们可以喝 吃喝4块钱一公斤的牛奶 再来个男孩 天天把牛奶当水 然后再来酸奶冒饼 真好吃 对啊 想想 不吵不吵 又有盼头